大家在過去這一兩年開始逐步逐步看得到 很多過往的一些假新聞假消息 都是逐步呈現是證實了 這些是一些錯誤的訊息 包括是831地鐵死人 新屋嶺強姦事件等等 在這裏我也希望大家細心想一想 其實這些假新聞假消息對於我們很多年青人 是影響好深 大家可以想像所有這些假新聞假消息 對於一些年青人的屠毒有多深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去想一想 當中這些假新聞假消息為何充斥著 在過去兩年黑暴事件充斥著這些假新聞假消息 其實背後也都有人去推波作難 有很多包括一些法律的學者 甚至乎有法律基本知識 有法律知識的前立法會議員 去講若果有需要的時候 用一些暴力是可以去解決問題 這些所有這些說法是一些卑劣的說法 直接影響很多年青人 大家可以去有機會去了解一下 很多年青人今時今日犯了事要坐牢 第三,對於他們來講影響了他們一生的前途 所以假新聞假消息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絕對是不應該去鼓勵